GEL賽的這段期間我們會去準備更多的招數 像演發更奇怪的META 然後在比賽中表現出來 カメラ上上來的2.3Ol 我們先去做好了 不说三条线吧 就上下两条线配合是更容易配合 哎呦 这一波EZ的血量被打得有点残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害骨肚层 皇子 往上走 骗上来 但是有事也已经发现了 这波哥约一二还是往前走的 闪现给红buff减速 这边知道你没有E了吗 EQ 闪现躲掉 这波感觉不转啊 这基诺可以一打二了 现在技能转好了 而且有个红怒 基诺这波有想法想上来秒 漂亮 有了 但是自己要把双buff转移出去了 这边九种这个位置 好像想配合这波兵线干事 上路感觉已经上了 上路 老婆听到了 然后Maebo这边也赶紧闪现交了 这边终也要连动往上走了 这波有点凶吧 想强行打 这波这波 这波可能要出事 EQ过来 就看能不能补伤害了 谁能帮补伤害 在正面的话反倒是 哎呦 这波Q1Q空了 阿卡利能不能收一个 后面两个应该是收不掉了 EZ在家 中弹能过来支援 正面是一个三打三 不过EZ马上可以赶到战场 算了 他不敢抢 这边九种没闪那个九种 而且这边眼上的一个回程 EQB先抬 抬起来 伤害能不能给到 这是个牛头 伤害有点不够 有大的牛头 开启第一次之后 贼真的 EZ真的就在贯彻自己的思路 就打上半局 哇 这鱷鱼打了好凶 嗯 下路防过来了 EQ大招盖住一个EZ EZ逼出了自己的闪现 落过来 被猪头拦住了 很漂亮 闪现想抬 但是后续还是跟上了 一直没有加速抬起来 有秒表 这个时候没有小兵了 帮忙在扛 但另外一边TP下来 一个大鳄鱼 这个鳄鱼该怎么办 闪现W先收一个 老贼没了 后面的话 GINO转身 可能要倒这一波 ANGEL拿下双杀 炎斧先动起来了 炎斧要带截奏 要来找这个GINO的麻烦 来了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 有没有意识到啊 一定是支援正在路上 一队打招 刮了三个 但是后面的伤害 怎么能换掉 还可以 一个 两个有没有 啊 但是塔没有打呀 正面的话 Maple应该要 闪现脱离的最后一向 而且旁边后面老贼 被捷捷在后面单杀掉了 这面Maple上来 也是一套伤害 灌死了最后的Maple 两边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找对方 现在最优势的一条线 强行扳了扳扳 不是呀 就说就是ANGEL不来 凭什么杀这个鳄鱼 你看啊 就支 对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大家要刮到两个 后续伤害不够 最重要是伤害不够呀 你看 这打上去 你在顶塔 OK 那你没有伤害空间了 闪现拉开 司马老贼很尴尬啊 路上直接三分球被拿下 你伤害不够 阿塔利来我什么都不说 对吧 阿塔利来可能这个鱼 没有太多的痛苦 就很安然的去了 因为其实Maple也是一个抗压点吧 这边拿下了小龙之后 能不能撤 以及还在追 减速到一个司马老贼 老贼没大的呀 大家炸回来了 老贼是没有大的 这个位置感觉点去打 反而想帮一帮这个上路 有点小抗压的 有点小抗压的W被打断了 一技能也被捶了一下 好在有一个守护者的护盾 能不能救住他 阿塔利也看 这一波阿塔利就很顶了 对不对 2-R 闪现 哎呀被躲开了 反身能不能跑掉完了 这波事实上他没躲开 是一魔刀救了他一命 哎 回头发现你没人了 哎 这波这一波感觉要爽砍一波 就算砍到 没口这个位置其实挺尴尬的 注意他们这波是想开的 但这波马上反身给到了一个Q技能 哎呀 反倒还有一个W技能 刚好飞跑进一个闪现给D回去了 这波能打吗 蛇蛇已经倒了 证明哎大鳄鱼进去的位置太好了 但是倒攻拉到 这波鱼可能要死不过 还有个秒秒 啊而且原地大招还在这边烫人 反倒旁边angel找了一个机会 把远处的Mako给2-R切掉 老贼现在已经是一个靶子了 老贼这把不重要 老贼 现在angel是团队大打好吗 老贼真的惨 而且这一波有时候拖了好多的火力 是的他开了大招被顶到人群里面 嗯 这一波是强行的让EDG在那个三角口的爱口 被这个剑魔一抗打了 哇这一波这个秒秒也很关键啊 直接直接秒掉 对而且 主要马哥现在面对对面这个阵容 好心酸 是这样的呀马哥不重要啊 不是 是马哥刚才这次阵防不重要呀 哎呦 但现在马哥有点重要 马哥要熟塔呀 这边被poke残了 没关系我倒攻拉一下 有队友 诺阿开大结果想打 哇激动被两个人 鳄鱼被秒了 在这边 提起时间诺也到了 刘仁还在刘安卡里进场 扭牛 扭牛这个时候血量很残 被剑魔收获一个double kill EDG乱了呀 我可以看下后续一个E能是直接被打断了 你没有 他没有把露在后面这个羽毛当回事 是 他主要是看你都这个血线了 你给我凶什么 对 你看这边 预测炎E的时候这个剑毛直接砍下来了 然后反正皇子进场 再EQ回来 这一波是把控制拉满 而且第二个倒勾又是把牛头定在了这里 阿开丽再进场 是 哇这一波很漂亮 这一波其实打得很帅 而且 赶上线的话可能有点危险哟 嗯 哎呦他真的上线了 看一下怎么说 一炮打到脸上 有扫描扫了一个残疑出来转成了一个个 R1先躲开 有R2秒表先躲不回避一波伤害 还有一个R 想闪现下R 反正重点你也不太敢给我开团 现在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是的 但是你看马哥现在没攻速啊 哎 这个周路要开 但是牛肉救了一下队友 闪现开 来两个 哦打三 阿波的这个位置其实挺差的 后面 啊马哥被秒了 马哥没了呀 这边倒勾团倒勾到了 阿波的马哥第一时间没掉了 阿卡丽不在呀兄弟 是的 这一波苏宁的开团 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最强战力在哪里 对阿卡丽不在 你正面的爆发有点不太够 马哥这里没攻速 羽毛都跌不起来 皇子EQ也交了呀 没人能跟了一下 是的 就第一时间皇子EQ用了之后 被对面给牛头顶走了之后 后续没有人能再接上一些 看一下阿卡丽 又一次这两招关了两人 这个大鳄鱼有点可怕 哎呦这爷夫两人在这瑟瑟发抖 他们俩一点伤害都没有 你再抖也没用了呀 鳄鱼这里被戏耍了一下 但是还要追击 一技能应该快好了 来了 嗯 你是给到了控制 但是谁能跟得上伤害呢 霞这一波为了跟伤害 瞬间被融化了 这波看了一下 其实还是苏宁的一个沟通出问题了 这波我觉得结结打得好 因为剑膜也开大了 就是剑膜和如果都开大的话 这波苏宁是已经勾动好了 这个装备在EZ面前有点不太够看了 镜子弹幕刮一下 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而且这把还有个问题啊 苏宁你手线能力比较弱 后面有TP 这边起来 EQ闪强行开 哇 苏宁后续两元大将 想要进来的这个爱口被封死了呀 哎呦这把这个VQ打得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皇子闪现没了 那这波没闪那个皇子 你打团的话 就只能用命留了 是的 想过来留 这边的鳄鱼有没有机会 W技能命中 抬没抬到 哎呦这边苏宁的牵扯打得还可以啊 也可以慢慢用自己的红度Q回嘛 我的天哪 马哥 哎呦这一炮中了的话 再不开没任何机会了 但是正面王子正面这四个人不太敢开 躲开了 一Q被躲开 反手没口 直接劝退了 太灵活了呀 一滴地这个阵容 是的 一脸了 现在来到了iBoy发挥的时候了 这边又一炮老贼 死血 赶紧回家再捕血 这把老贼真的太惨了 哎呦现在 选手也被打出来了 现在就只能硬着头皮开 那头皮再硬 万一南墙更硬怎么办 来了来了 来表表规避一下 这一波 先秒一个先秒一个 老贼终于拿到了 这场比赛的一个人头了 应该是 上路过来 一个裸露的水晶 想要来开建模这个位置 被炸了出来 建模一个秒秒的拖时间 队友好像离得有点远啊 建模反现一个Q2没有打到 Q1没有打到 在这边 阿卡丽 这波感觉要打赢了 苏宁 iBoy的位置被Angel找到 但是旁边保镖众多呀 这边Angel没能切死iBoy 但Scout 以及现在人群之中被老贼拿下 Angel也倒在地上 这波苏宁尽力了 他也真是把正面厄运的撑哥 厄运的撑哥还在啊 伤害太多了 伤害太多了 伤害不够呀 刚刚倒的是Scout Scout Scout便陷进去了 但是后面转头 后续 EDIG想一波比赛 两个美亚塔已经倒了 iBoy今天在点塔 但是有没有机会呢 这位置还在消耗 这波ET其实血量并不是很足 而且狭的状态不错 冰前一天清掌 EDIG那招没有刮到 这波苏宁是不是可以上去打了 闪现W 马克又被秒了 那这把比赛 要恭喜EDIG要搬回一城了 这把也是找回场面了呀 找回场子 这把如果给他一个姓名的话 这把比赛应该叫沙马哥 马哥这把的游戏体验可以说 好 好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